今天是野生動物保護 我想動物的保護 主委是你的工作吧 對不對 沒錯 那漁業養殖也是你的工作嘛 對不對 沒錯 那能源的開發是你的工作嗎 當然不是 對 是能源局的工作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看 當然我們能源的開發很重要 淨零轉型很重要 但是你的工作也要做好 沒錯 我們在淨零轉型 這個過程如何維持生態平衡 養殖的發展 甚至野生動物的保育 甚至之後我們要講的 淨 我們的森林 怎麼保育 這都是你的工作 對吧 完全同意 好 那我來請教一下 像是一個光電廠 本來在養殖的地方 濕地 它到底可不可以設立光電板 是不是只要一個鳥會 同意 這裡不會有野生的猴鳥 經過就可以了 我如果沒有聽說在濕地是不可能設置光電板的 因為它本來就是會違反濕地的這個相關的保育法 應該是在養殖漁溫上 我們盤點而且有公告 而且不能 委員剛講的影響到生態環境 在養殖漁溫上 我想我們的黑面皮露 它不大會分別 這是漁溫還是自然實力 同意 當然 所以在漁溫上面可以建置光電板 我們是不是只要一個鳥會出示證明說 OK 這不會影響我們的猴鳥就可以搭建 應該不是這樣 我們有跟經濟部建立一個叫做生態的檢核機制 部長你可能要去問一下台南那邊是甚麼情況 我們到當地去視察的時候 去看的時候 當地就是告訴我們 只要一個鳥會出示 這邊不會有黑面皮露 不會影響黑面皮露 就可以設置 所以 跟委員報告 我覺得本來原先的雨電共生是應該要朝兜營的 那 當然 如果執行上 現在的雨電共生如果執行有產生的問題 我覺得程序上我們可以來做檢討 好 所以你了解一下好不好 好 如果是只有 你可以去想想我們離岸風電 那個環瓶是多麼的嚴謹 多麼的複雜 如果我們在雨電共生 只要一個鳥會出示 就是他願意牽說 OK 不會影響黑面皮露 我覺得這真的太要朝了 我們回去請醫院署這邊來做檢討 好 再來下一個圖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主委你知道這個事情吧 當然 好 我想請教一下 這事情發生之後你們做了甚麼事 第一個我們當然要先確認 他可以是不是符合天然現金災救助 要讓漁民的損失來降到最低 那第二個我們要查明原因 就是為什麼會有 好 你們怎麼查 這些蛤蟆你們有沒有去查 到底為什麼會暴斃 大概600多公頃的這一個文革 為什麼會暴斃 有沒有查了 那我們現在請隨事所在做 來來確認 那我是不是請漁業署 阻密這一邊來跟您回應 有沒有結果 現在目前還在了解說 他到底是什麼原因 因為現在有可能是 這個施工廠商 如果說是漁電的廠的話 有可能是施工廠商的問題 也有可能是這個災害的問題 都有可能 所以什麼時候可以知道 到底是什麼問題 我們現在還在確認中 什麼時候可以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有結果 我再猜吼 我希望可以在這一兩個禮拜 就有初步的結果 因為我們要找到問題 我跟你說這很重要 一來是 你大量的光電板 已經開始鋪下去了 這個東西幾乎是 你沒有去 你沒有去試驗也好 他到底會什麼情況 你就大量的鋪設 那現在事情 這樣子的悲劇已經發生了 不要說是 我們 不要說是這個廠的 那個養殖魚燕食師 像台西最近的文革受影響的 這個就是 我們也要去了解 那那個可能就不是跟光電 但是如果是在光電板底下的 文革的這個影響 我說的是光電板底下的 對 所以我們要去確認出來 這個是有不同的 我們要盡快確認出來 老實說 如果不要說漁民 養殖魚民受影響 你覺得消費者看到這個新聞 敢不敢 敢不敢買 那個就文革來講 他的一個 育成率會不好 就是因為比如說太熱 所以本來原先 我們透過水釋鎖 是要設計比較好的 就像你最早講的 可以降溫的 我們原本都是希望多體育的概念 可是現在問題出來了 我只希望你答應 你剛剛說兩個禮拜之內 好不好 讓我們知道到底什麼問題 不要讓這個問題再犯態下去 再來是 我們到底有沒有真的要養殖 還是只是要 還是只是要蒲光點 就是根本就已經放棄養 我要特別講一下 我要請同仁跟這個媒體的這個部分說明清楚 如果是餘殖共生 絕對百分之百還是要有七成的養殖 這是第一個 我們看下一個 這是你自己推出來的 餘殿共生專區 你自己提案 我都不知道你的角色 到底是能源局還是農委會 你自己提案 可以有非都容許 農地變更 你聽我講 這是一個完全 政策上這個報導跟實際不一致的 你看喔 這裡裡面總共有三個區域 這個很重要 一定要讓我30秒講清楚 你看我們有不利農業經營區 餘殿共生專區 跟低低利對不對 不利耕作地跟低低利的農地 對農業的生產不是很重要 那不利耕作地的 兩千多公頃都是地層下限 或者是全部都是鹽水 鹽分很高的 像這一些不管它要做容許 或者是做變更都沒問題 對 我接下來就要講 餘殿共生的專區裡面 我們有兩萬公頃對不對 實際上有八千公頃 還是屬於所謂的高敏感 是不會去做的 是剩下的一萬多裡面 跟委員報告 有幾百公頃到幾千公頃 它不是在我們的 漁業屬化的漁溫專區 然後呢我舉例來講 雲林口湖 喂你聽我 雲林口湖 它裡面的這個漁溫呢 已經休養停養數十年 而且也無法種植 主委 我們現在講的是這些土地 因為當時候這個表 也是你們內部的開會的表格出來的 我們內部討論的 所以重點不是 所以你自己放了一個漁店共生專區 當然不是 然後又跟我說 所以謝謝委員 你讓我有機會 絕對不是原有的漁店共生裡面 已經對外所謂的要讓它去這樣做 而是我們盤點實際不是養殖漁溫專區 而且主委這樣子吧 但你要真的 你把這個表格弄清楚給我們好嗎 到底它原本那個地 而且委員可以完整的把要做的這個政策 全部講清楚 這個就是未來 如果經濟部它有一個綠能的光電的發展 綠能發展區的話 裡面絕對不是跟我們的農地 或者是養殖漁溫有關係在生產 這樣以後才不會讓光電跟農漁業 像委員剛剛講的 產生這樣的一個影響 所以你看 你如果到 主委老師說 我現在看到地木就是農地 那你現在就是跟我說 基本上呢 非都容許70% 也就是說也不用養魚了 所以我看到就是這樣子 他不是 如果原本地木到底是幹嘛的 講清楚 不要連你們自己的表格都是這樣子 我完全同意 那時候是在討論 對不起主席已經站起來了 我很快的問你 下一個圖 我想說這個已經有很多委員問你了 那你們的答覆就是說 它是私有地 這些光電板沒有辦法處理 我再重新的強調一次 2020年的7月7號 我開了記者會 所有的農地 我先講農地 完全的小於兩公頃 都禁止做任何的變更 我知道 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以後 這個小的都沒有辦法處理 大的怎麼處理 不是 小的都已經全部關掉了 對 那你關掉你怎麼回復啊 你這些小的 你現在長成這樣子 這個是在 政策之前 你應該想辦法回復 我們現在我們的土地 非常的稀有 所以我同意 所以這是在2020 7月之前 還有所謂的小糧甲的 現在沒有所謂的小糧甲 我的意思是說 那你現在 這個問題已經產生了 這些光電板就繼續在那裡 你要怎麼把這些小糧甲的回復呢 這些曾經是我們的農業用地啊 不是 我跟你講 小糧甲的它是用變更的方式 如果之前 是用農地共生的 我知道你有種種的理由 它是變更 它是私人土地 你不能進去 沒有沒有 但是你還是要想辦法 如果是變更的 因為你是農委會主委 你要想辦法幫我們的 爭取稀有的土地來做農作 對 我完全同意 我責任就是要把那個農地都保護住 好 那就請主委 假設你這個沒有辦法回復 正對這個議題再詳實 跟吳委員討論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